字幕提供 這樣的格局 是不是又做這個開箱片呢 你錯了 今天我要準備做一個 一個人的頒獎禮 Whatever 應該可以吧 我用電話來做zoom 剛才Ada有訊息 我給了一個Live 是嗎 是拿獎金 如果有機會拿獎 今天是8月4日 星期二 是一個風和日禮的星期二早上 現在大概是7時 今天下午 我就會有一個成績 怎麼說呢 今晚我下午有一個叫做 派成績的日 派成績表的日 因為如果大家記得 我在3月 當我去到檳城的時候 我就和大家宣布 就是我拿了一個獎項 是關於我第一本書 《鹹哈燦之微》 就是入選了其中一個 是12個優秀新進作家的獎項 這個獎項其實就是 就是說你會拿一筆資金 就會跟一間廣告公司 或公安公司 去推廣你這本書 大家已經努力做了超過半年的日子 今天會有一個 叫做遲內的頒獎奠禮 為什麼遲內的頒獎奠禮 就是文說其實這個頒獎 應該在過幾星期前的香港書展 就會有一個頒獎 但由於疫情關係 今年的書展也是順然 我不知道其實順然還是沒有了 所以就一直再去 固定 不至於今天 就足以 就要透過這個Zoom 就會做那個Presentation 那麼 晚一點我就要 換上衣服 再開一個Zoom 看看最後自己 有沒有機會拿獎 那是一個什麼獎 做我最喜愛的廣告 我最喜愛的廣告就是之前 我不是經常很努力 呼籲大家去投票一投票 就是這個 在下午出席這個 一個人在家的頒獎奠禮之前 其實這個名字挺有趣的 一個人獨自在家 出席開頒獎奠禮 唉 有時我都覺得 都幾諷刺 活在這個大時代之下 Anyway 今天下午的事前 其實還有很多要做 不如快點去吃個早餐 吃完早餐 因為不知為何 我很早起床吃完的東西 現在很睡得很痛 哈哈 哈哈 哇 看看今天多好天 其實這麼好的天氣 真的很適合去海灘曬太陽 不過我想現在的海灘 基本上已經不能讓人進去 我們在這面的海灘 真的沒有風了 但很明顯 過往這個星期已經是 沒有太多人會去 這裡就是海灘 你看 已經是 不是那麼多人了 以往的暑假 其實這裡有很多人 一去了 我們會有一些 好像那些 沙灘活動 給別人玩 近年很多人 但今年呢 基本上已經沒有了這些東西 對 快點沖流 哇 跌不到 幸好我頭部都可以了 剛才很好笑 剛才我在等車回去 我看到旁邊有一個路人甲 路人甲問我 先生 想不想問你這個 它說 你這些是否用來防空氣 即是清新的架 它說在哪裏賣呢 這個電子器 我看一看它 我告訴你 這個不是來的 其實這個是 收音來的 是麥克風來的 哈哈哈哈 這個是葡萄牙的 傳統的 Pineapple Pudding 我試了幾次 因為其實我在 九月 我有阿班 我會是 講這個甜品 但因為 它原本的做法 其實就是要用 雞蛋 雞蛋 但因為 你也知道 生蛋 特別在現在的情況下 是 不是好像很 很安全 所以我就把它吃到 煮了 這個 菠蘿 我覺得是 嘗嘗味 好 好 現在距離 的表演 還差不多有 一個小時 如果你問我 緊不緊張 我又 我又 坦白說 有一點 失望 失望 是 我 是 我 想著 這次 整件事 到最後 我是 可以去到 會展 在書展 裡面 然後一起參與 那個 然後有一個 展示 然後有一個 獎金 沒有 有獎 因為 對我來說 我覺得已經是贏了 贏了自己 還有 最重要的就是 那個公司已經和我做了很多事 這幾個月 還有 最重要的一件事 它 令到我 走出了我的舒適 空間 由 咸蝦燦 食之旅 去到 現在叫做 John Roger的咸蝦燦 這個對於我來說 其實是一個 很大的 是一個大躍進 所以 去到今天 就算拿不拿到 最後那個 最喜愛的廣告獎 也好 我已經是 贏了 因為 我都算是 那十二個 新進 優秀作家 其中一個 都佔一席位 是不是 其實 我覺得 將這件事 去擺出來 我覺得都不差 這 八個月的時間 某程度上 疫情 令到很多 很多東西 停止了 例如 我們之前的計劃 譬如說 我們今年 我原本去葡萄牙 有部份內容 都可以 放在我這個 書傳的內容 但由於疫情 所有東西都被告吹 反而 我多了時間 是真的被我靜下來 因為 這個原因 Cooking Class 很多是 cancel 之前 跟一些廣告商 談了的事情 都停止了 甚至乎 一些大型的 project 都沒有了 多了時間 多了時間 有人靜下來 就開始去看 很多東西 是一個不錯的 sale reflection 時間 你會更加去想清楚 之後的路 我們怎樣走 我要怎樣去面對 亦都在這個疫情中 看到很多 這個叫KOL的世界 是很大翻鬥 很幸運 我都不懂怎樣說 因為我是煮食 這就不大影響 但身邊有些朋友 都是KOL 他們是做一些旅行 又或者是美容 美容 基本上這幾個月 只是零的製作 你去不到旅行 你坐不到飛機 前一段時間 你在香港說Staycation 但是 現在 怎樣做Staycation 這個世界很現實 你少了曝光率 那些人就慢慢會 遺忘你 那我反而是 叫做 很幸運 就是因為 多了人去煮食 多了人會突然 你出不了街 那你就要去煮食 這個疫情的危機 我是 解釋了那個機遇出來 所以我開始做了很多Live 由我最初 今年1月開始做 到現在 我想我做了很多 很多Chat Live 由我最初 很不喜歡 到現在 我也都開始慢慢去 接受了一件事 這正正是我走出了我自己的 comfort zone 這8個月裏面 這個獎項 某程度上 其實是 是一個推動力 是後面的推動力 去推我 更加去試一些不同的東西 先吃這個甜品 今次的甜品 就可以了 由我最初做 是 五成士 到現在 這就是一個進步 對我自己來說 我不知道鏡頭看 會否覺得 有甚麼特別 但是 在過程中 我自己學了很多東西 這個 對我來說 是覺得 非常之重要 對我 好開心 首先 好多謝大會 好多謝 香港 AIM 還有 所有 這麼多個 的 因為其實 Hungry Limited 因為我自己本身 都是貿易出身的 但是我認識的貿易 可能就已經是 老化 在我年代 沒有社交媒體 沒有Digital Marketing 何況是KOL 所以好多謝 Jonathan Benson 和他背後的團隊 在這八個月 和我去玩了一個 很好玩 很難忘的旅程 我真的不知道 以為 鹹黑產 只可以跳得這麼高 但其實 原來可以跳得更加高 另外 很感謝我的出版商 We Press 你們的 阿阿樂 是很相信我的信念 就是說 一本不是很傳統的食譜書 是一本有故事的食譜書 是有洋蔥 有笑 有淚的食譜書 再次多謝各位粉絲的支持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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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半小時的表演完了 剛才我已經在我的Facebook 公佈了 拿了獎 拿了一個 看清楚名字 沒有讀錯 我只拿了一個叫做 我最喜愛數碼廣告獎 我覺得這個獎 真的很代表到所有粉絲 對我的支持 現在 剛才 馬上有人問我 有甚麼感覺 我覺得 沒有 有一點點 快點 那些訊息 還在不停 還在等我去做 我覺得整件事 完結了很開心 因為 接下來 那些工作 還是沒有停 還有很多事 在等我去做 我希望 就是 through我的書 甚至乎 大家在看我的 page 你可以感受到 我這股 積極的精神 可以感染到大家 給予一些 很 positive 很開心的 energy 各位 當然 最重要 其實我就是要多謝 你們 每一位 現在在看這段片 你們的同學 你們的粉絲 還有我 家人 這不是任何句 例如甚麼 farewell speech 因為 的而且 我覺得 今天 就是完結了一個新的 一個 chapter 開了一個新的 chapter 就是 由這個時刻開始 我拍完這段Vlog之後 其實也是更加多的工作 在等著你 你看到 就知道 我不停的訊息 就是 我很多事情 原來我要回覆 所以 今天這段片 我想也是差不多 我希望我快點 可以去 剪好這段Vlog 和大家分享 大家 歡迎 去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的 page 或者是facebook page 或者是youtube page 好了 好了 我要做事了 那些訊息 我們下次再談 多謝 謝謝